一顆顆白色麵團 加入來自宜蘭的三星蔥 再放入油鍋煎到金黃酥脆 位於台中的園祭餐廳 主打台灣菜家香味 溫潤茶湯也是賣點 今年首度闖進米其林榜單 摘下一顆新榮耀 值得注意的是 園祭也拿下了個人特別獎 曾雅惠真的不簡單 因為她是台灣第一位 獲得嗜酒師大獎殊榮的女性 另一項個人長相年輕 主廚大獎 則是由惠玉的陳婷玉拿下 這間餐廳也位於台中 主打季節性 台灣家常料理 以家的溫暖吸引陶客 中南部還有不少餐廳入榜 熟度摘新的還有位於高雄的 郡提供顧客頂級月菜 把80年代港澳正宗菜色 到底重現 還有台中的法式餐廳 以法式的手法來詮釋東方風味 並融入不同食材呈現 另外台中的Minimal 則是全球首家新級冰淇淋店 主廚透過冰淇淋傳遞食材的不同風味 而在中南部 殘連一新的 還有台中 顏之華 文工館 色高雄的城 等七家餐廳 殘連三新的 則有台中的JL Studio 但是很可惜的是 美食之都台南再度共沽 專家廢奇認為 台南的口味偏甜 可能需要更多的層次變化 或許更能夠獲得青睞 TVBS新聞 附訂華莊 請員黃凱進SG小組 台北昌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